第夺书 第夺书 第一章 天主的仆人 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 为引天主所选的人 去信从并认识合乎前境的真理 这前境是本于永生的希望 又是那不能说谎的天主 在久远的时代以前所预许的 他到了适当的时期 就借着宣讲显示了他的圣道 我就是照我们救主天主的命令 受委托进这宣讲的职务 我保禄智书 给在共同信仰内 做我真子的帝夺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父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我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整顿那些尚未完成的事 并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长老应是无可指摘的 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 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 又没有被控告为放荡不羁的 因为做监督的既是天主的管家 就该是无可指摘的 不自负 不发怒 不试酒 不暴力 不贪污 但该好客 乐善 慎重 公正 热心 有节 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 好能以健全的道理 劝戒并驳斥抗辩的人 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从 好空谈 欺骗人 尤其是那些受过割损的人 应堵塞这些人的口 因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润 竟教导那不应教导的事 破坏人的整个家庭 克里特人中的艺人 他们自己的一位先知曾这样说 克里特人常是些说谎者 是些可恶的野兽 贪口腹的懒汉 这话说得很对 为此 你该严厉规劝他们 号教他们在信德上健全无瑕 不要听信犹太人无稽的传说 和背弃真理之人的规定 为洁净人一切都是洁净的 但为败坏的人和无信仰的人 没有一样是洁净的 就连他们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秽的 这样的人自称认识天主 但在行为上却否认天主 他们是可憎恶的 悖逆的 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 还记得更多像画面 没有任何无用 净巧的 雷净人able 没有确认 这是解决的奇述